欢迎您的姐妹 今天的司庆金居是 上主要统治大地乾坤 圣名96篇13节 今天我们是纪念圣虎莫尼加 莫尼加是哪个时代人呢? 原来他是公元5世纪的 是奧斯汀的媽媽,很出名 她非常虔誠,一個教友 但很想自己的兒子零洗 當時跟現在相反 現在有很多嬰兒洗禮 由中世紀開始到現在 但當時沒有的 剛剛教會初興就沒有這個習慣 但奧斯汀自己去尋找信仰 到處去學哲學、不同的人生觀等等 離開了教會的道理很遠 於是莫尼加就追著她 為她祈禱 按照傳記說每天都以淚洗臉 希望兒子能夠歸醫悔改 尋找到真神 這個名字翻譯得不錯 莫尼加 即是不要離開家 不要離開家 當然不要離開天家 不要離開天主之家 但我們再看看這句聖經金句 上主要統治大地乾坤 大地乾坤 天與地 其實都是天主的家 大自然就是天主的家 一切都是按照天主的布置 安排來運行 包括不單止那些無靈的石頭、山、河 有地心吸力來管治他們 包括植物、動物 都按照天主給他們的生活原則 本能來存在 所以真是尚主統治大地乾坤 除了一件事 除了一種物種是什麼 就是我們 人就不太聽他說的 人有自由意志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怎樣 讓天主也統治我們 祂的愛也統治我們 這樣的話 天主真是在大地乾坤裡面 彰顯祂的統治權 講到這裡 就想起 也有不少人 為之的寵物、貓、狗 來很痛疼他們 甚至過世的時候 求神父 有時都找我主教祈禱 甚至很多年前 說祂可以去世 其實是不需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祂是按本能生活的 如果這些貓、貓、狗、狗 可以升天堂 寫包單一定會升天堂 因為祂不會犯罪 不過 倒過來問我們自己一句 那些貓、貓、狗、狗的主人 會不會升到天堂呢? 就不太知道了 因為我們有自由意志 各位兄弟姐妹 讓我們重複這句聖經金句的時候 都聽聽莫尼加 勸告我們 為我們的轉土 希望我們從心底裡 都讓天主統治我們 尚主要統治大地乾坤 聖詠96篇13節